南投縣校園日前發生公有席凶事件 造成校園安全堪律 議員們針對校長處理態度不佳 期盼縣府重視校園安全 並監督校方教育人員的行為 議員黃文君針對同志陽光助記 是否參照其他縣市開放登記 期盼縣府重視此議題 早日通過同志辦理登記 我們現在前台灣有22個縣市 目前50個縣市已經開放了 同志辦理登記 因為這個同志 我們現在社會上是很多 他們因為說醫療的問題 或是說一國都需要簽名 家屬簽名才可以的 他們都沒有辦 我是說現在在這裡 跟館長說 因為我們中張頭三個縣市 結果我們南投沒有 希望考量一下 不要讓我們人口外流 同志很多 陽光助記對南共是非常重要的 校園席凶事件 使校園安全問題勘慮 校方教育人員的處理態度也有待加強 期盼縣府相關人員重視督促 另外 針對同志陽光助記問題 也期盼縣府單位 研擬並開放 共同為縣民安全福祉努力 民意新聞馬嚴達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請到